日前基隆市公车发生聚在电动轮椅乘客的事件 谢果良市长相当重视 在市政府公布陈储后 公车处也参考大台北地区客运业者的做法 立刻研议奖金制度 来加强落实服务轮椅乘客 预计从3月1号开始实施 发奖励金给服务轮椅乘客的公车司机 试办半年 对于司机朋友我们要严格的要求 对于身脏朋友要有爱心 但同时间因为搭乘 协助身脏朋友跟协助一般乘客 事实上整个标准作业程序是相差非常大 所以我们觉得也是要给 驾驶朋友一定程度的鼓励 那我们后来计算出来以后 我们现在全市大概每年 一共搭乘了大概1500多次 不到1600次 那所以我们研究出来 我们目前就是每 搭乘每次 每一次 每一次 没有 这给我 我们搭乘每次 我们会给他50块的奖励 那这是试办 跟大家报告这是试办 我们3月1号开始试办 先为期六个月 针对伦理族的朋友 我们也调查各县市 他可能载到我们伦理朋友 有一些奖金的奖励方式 当然有20块、30块、100块等等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 我们就定出一个 每一趟次 我们希望能够给载到的驾驶朋友 一个50块的奖励 这个比较能够激励我们 一个驾驶朋友 他驾驶同仁 他对于这个 载到这个身心 障碍了我们的伦理朋友 能够有一些激励 然后增加他的服务性 那我们也希望说 这样子的一个记载 或是甚至歧视的行为 不要再发生 那同时呢 我们也体谅 我们的驾驶员的一个 在第一线服务的辛苦 所以我们也就是 编列出所谓的奖金 来鼓励我们驾驶员 那第二个 我们也呼吁我们的民众 就搭乘我们的公车的时候 如果遇到我们身障朋友 拜托大家多一点耐心 多一点同理心等候 那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说 这样子的一个友善交通环境 我们可以一起来建构 让我们的友爱城市 会更美丽 那总之就如同 刚刚立场处长的首板 我们要打造一个友爱的环境 也希望司机朋友 要有同理心 那搭乘的程序比较繁琐 的确也要多花一点时间跟精神 那在一定的财务负担下 我们卓宇给司机驾驶们 一个补助跟鼓励 也希望双方都彼此 能够在搭乘上跟在服务上 都能够更愉快更圆满 市长谢国良强调 市府会积极推动 以同理心对待弱势族群 共同提升友善交通环境 也肯托市民朋友 遇到轮椅乘客搭乘时 能耐心等候 一起来支持打造 友善友爱的交通运输服务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